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听到没有我们这段有直播 您上YouTube打98新闻台 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 那在国企年价前 这个台股走势非常的疲弱了 主要原因第一个 这个全球景气 有一些变化 这个物价高涨 那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增长的情势 似乎有减弱 所以市场担心 这个停滞性通货膨胀的问题 那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整个台股的 似乎也有一些筹码面的问题了 这个法人呢 这持续站在卖方 尤其是外资 期限或火力全开的这个站在空方 再加上这个航运三雄 货柜三雄持续的破底 就造成了这个整个大盘的本益比压缩的压力了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看到贵买值已经率先大盘了 是可以讲说跌到年限了 那跌到年限很多人很紧张了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 我们到底该怎么投资 那运用什么样的策略 可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让我们相对投资是比较安心一点 现在目前整个状况确实并不是太好 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 金周刊存股助理电子报的总编辑谢富旭 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 那跟听众朋友报告 跟听众朋友来说 到底该现在目前怎么做投资 富旭今天带来了这个ETF的投资 以及呢就是说在金融股上面的一个配对交易 那是不是可以运用这样子一个 所谓卫星资产核心资产的观念呢 有这个前锋跟后卫 来帮我们打赢这场这个球赛呢 富旭你好 穆华兄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们一般都知道说在投资上面 我们需要有这个卫星组合 核心组合的观念 那富旭不晓得 这个您怎么看说在ETF搭配啊 或者说金融股啊 上面怎么去做这个投资组合 那个就像穆华兄讲的说 最近真的股市比较动荡 而且是往下的动荡 所以很多高价股啊 像利基哇懂猴目 600多块现在剩200出头 很多股票是跌的很可怕 像敦泰电子 华讯从16070块跌到剩60块 对都是摇斩 而且他们的更不用说什么航运股 钢铁股 哇那个真的是 不但是套牢一堆人 甚至很多人还断头 因为很多人都玩那个都是用农资 或是当冲的嘛 所以这个可以用血流成河来形容最近的台股 应该不会太过分啦 是是 大家都很惨啦 对对 韭菜被割得很惨 但是你会注意说这段台股在 其实指数就是 是跌的有一点多 但是指数其实相对还好 十几% 2000点嘛 大概2000点10%这样 但是很多就是四五十%这样腰斩 这样再跌 尤其是一些电子股 对对 但是在这段期间 尤其是过去两个礼拜以来 有些在 就是说在大盘血流成河的当下 有些股票其实是很抗跌的哦 比如说金融股就蛮抗跌嘛 你说中信金从23块跌到 22块5 跌5毛 这也不算怎么跌 对对 这个有中信金人现在心情反而比较好 对对对 看别人的股票跌成这样 像赵丰金 你说从32块3毛跌到32块 这个也不算跌嘛 这等于说它在那边整理 包括之前稍微有跌比较深的台泥雅泥 这一波它也稳住了 远东芯也稳住了 这都是你之前讲过的 对对对 更不用讲有些逆势 逆势串上去的 比如说台肥 上次来讲台肥有够猛 对它不但不跌它还大涨 上次讲的时候 好像是60块出头吧 对对 你上次来的时候是60块附近 对那现在是70几块 就金融股 拜你为神啊 没有金融股 资产股还不错 资产股还不错 所以这个有点避险嘛 是金融从这个成长体财 避到资产金融就是 就像你那个 像对防御性的股票 通膨疑虑嘛 对啊 大家担心通膨的问题嘛 因为什么东西都在涨 运费什么都在涨 所以就会有这样的避险的 观念就会比较强 找安全的资产 最安全的就是没有比土地更安全 尤其是在金华区的土地 收租的 对对 所以现在大家就往资产股靠拢 现在的状况是这样 好那问题就是说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调整呢 手上一堆这个电子股 成长性的股票 然后这一次下来 我是觉得大家本来都认为说 ETF应该是最抗跌的 最安全的 但是这是ETF也挂点了 举例说一下吧 譬如说台积电 因为我们以0050 你说0050也从140几跌到 现在不知道130能不能守住都有问题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005040%是台积电啊 台积电也跌到年限啊 对啊台积电它是从600多 前阵子因为涨价 涨到620230块 那最近又跌到570几 那当然是拖累0050 0056高股息也是跌 也跌幅不轻 因为它有长龙 对因为有长龙这些航运股 所谓的高值率 高值率 高值率股 所以这也是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我觉得大家要反省啊 就是说这个ETF 我也是觉得ETF有一些盲点啊 我觉得它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商品 比如它很分散啊 它其实投资起来不用费力 你不用研究基本面一篮指的股票 你也不用怕它倒 但它的确是有盲点的 盲点是什么呢 对我觉得第一个盲点就是说 第一个最重要的盲点就是我们常常买ETF 买贵都不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买个股 我们买台积电 我们买联发科 我们都至少都说 那现在本益比是多少 现在台积电今年赚 譬如说20块好了 600块那本益比可能就30倍 我有点贵哦 那可能是少买一点就好了 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概念 但是ETF没有本益比啊 ETF就是台湾50是由50档股份组成的 那那个0056是由30档高股息组成的 它哪来本益比 它没有本益比啊 所以怎么去衡量它的买卖点呢 对啊 所以没有本益比你就不知道 我现在买是是比较贵还是比较便宜 你就没有 你就比较没有一个判断的基准 所以就会比较容易买在贵而不自知的风险 估值比较难评估 估值很难评估 就是第一个缺点大家要要 所以说它任何投资商品啊 不是完美无缺的啦 它一定有它的缺点 OK 那我们了解它的缺点的时候 投资的时候就会比较谨慎一点 谨慎一点嘛 所以你只能参考一下这个历史价格 对不对 我觉得我ETF像我在买 我也有买ETF 我会参考它的殖利率 OK 我觉得殖利率很难 虽然它没有本益比 但是它又有配股息嘛 对 那它那个股息啊 有股价就算得出殖利率 像0050 它在150几的时候 殖利率只有2%多 那你就要小心啊 相对 2%多的股票 就没那么好了 对 2%多的股票 你当然会觉得哦 这真的是真的是蛮贵的 因为台积电殖利率也2%多嘛 2%多你就是成长概念啊 你就必须要靠股价上升 对对对 你就要两个就是它 你就要小心 像这种就是非常重要 第二点就是说 ETF它有一个内在选股的逻辑 它会定期泰换嘛 像台湾50就是找 台湾市值最大的50党公司 你假如市值没那么大股票 没涨那么多 像前阵子雅尼就被踢除了啊 然后换上 富邦煤 因为富邦煤涨了很多 但是换上富邦煤之后 富邦煤开始暴跌 跌到1500 从2000跌到1500 所以这里面就是说 ETF它的选股逻辑就是追逐强势股 股价强的它就会一直追一直加码 因为它的选股逻辑就是这样 追逐强势股追逐热门股 所以买ETF啊 有可能会变成 你可能会变成别人的韭菜 这要小心啊 然后举个例子最明显的 这两年全世界最红的ETF是什么 就是一个女的那个 木头姐 木头姐 木头姐的这个方舟 对 方舟 ARK ARK INNOVATION ARK INNOVATION 它就是主要投资一些什么特斯拉 高科技股 那些 創新成长 找那种最强的股票 做成 组成ETF 然后说我这个是INNOVATION 或是我这个是什么 什么我这个是 是网路的 或是电动车的 ETF还有太空科技 对对对 这个叫主题式的ETF 这种很容易追到那种强势 因为当这样的主题变成 当投资变成一种主题的时候 往往就是在高点了 你知道吗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高点 没有热门的话就不会有主题 就不会有主题 或题材出来吗 当变成一个题材的时候 甚至那个题材甚至 还可以变成ETF 那你就是要小心了 木头姐今年他的旗下 几档ETF绩效也不怎么样 我统计了一下 他是最惨 他比那个纳斯达克还惨 纳斯达克今年以来还涨的 没错 但是木木姐 木头姐 C wood 他的那个ARK Innovation旗舰型的 大概今年以来跌了28% 28%一般你说 投投资Facebook 或是投资高科技股 你说我亏损20几% 那不得了 都还可以忍受 但是很多投资ETF的投资人 我是投资ETF 为什么还亏了快三成 他们会觉得莫名其妙 你知道吗 ETF不是就是说很稳健吗 一篮子股票吗 很分散啊 波动率比较低啊 那为什么我投资ETF会 会亏了快30% 大家也现在搞不清楚什么原因 好 那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去年 这几档ETF都涨很多 是是是 所以说呢这个相对买进的一些 标的估值都很高 对对对对 所以刚才傅去提醒我们 就是说ETF几个大家在 在投资的时候要去注意的 这个我们在投资上不能只看一面 我们必须要多面向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再继续请教傅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我们今天请教到的是 金周刊存股助理电子报的总编辑 谢傅旭在我们的直播现场 听众朋友您上YT 打这个98新闻台 你可以查到我们的这个 看到我们现在目前的直播 那傅旭刚刚跟大家点出了三个ETF 这个投资的盲点 我们听众朋友 我们观众朋友可以参考 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 这个很多人把金融股当成是核心组合 这个在资产组合里面的核心资产 那卫星资产一般我们都会用一些成长型股票 对对对 比如说是一些科技股 那相对这个科技股成长型股票 它的值率比较低 可能低到1%2%大家无所谓 反正我又不是买来领股息的 我是买来赚股价价差的 但是呢 如果去这个谈到核心资产的 必定要来谈到股利值利率的 对对对 就怎么样才可以领到更多的息 对对对 所以说傅旭在这方面 有独到经验来交下我们吧 是是不敢 金融股的确像木华说所讲的 真的很适合当核心资产 因为它的产业的变动 不像电子业那么剧烈 而且它的生意没有那么辛苦 怎么讲呢 譬如说木华兄 我今天假如我是做白色家电好了 我今天要卖你一台冰箱好辛苦 而且你可能8年之后 又才会重新跟我买 有些现在冰箱都做得很好 加速器都没坏 15年还不会坏 而且电子业有个这个困境 笔电早期的时候 笔电2-30年前就出来了 我们常常3-4年就用坏一台笔电 或是因为它升级 那时候升级脚步很快 现在笔电一台用了8年也不会坏 速度还不错 所以大部分的行业生意都不好做 但是金融股不一样 今天譬如说某家银行啊 中国信托好了 你跟中国信托借1000万的房贷 胜利一做就是20年 对对 对对 20年就负利息 就负利息 乖乖的负利息 然后他假如再找新的客户 他的升级就累加上去 对对 所以他的那个借贷的规模会 越来越大 那我假如做好风险管理 风险扣管 不要让那个呆账太高的话 我每年的赚的钱啊 就是那个利息收入 就会一直一直跌上去 一直跌上去 而且升级也不用 没有那么 刚开始第一次很难做 说你来这边给我 我借房贷给你 哇 要很多说服的功利 一旦说服成功 你这个客户我就20年了 对所以我们常讲金融股 金融业是铁饭碗 金饭碗嘛 对对对对 这个摔不破的 对但是他有这样的好处 问题他也有他的缺点 对 他的缺点因为金融股 没啥爆发性 对没有爆发性 然后金融股 这两年就是因为他的优点 都被大家越看越清楚 导致于他的股价也越墊越高 所以他的殖利率 也就越压缩越低 就没有那么漂亮 我记得五六年前 哇投资金融股的时候 6%7%都还蛮容易找得到 现在4%5%了 你知道吗 跟我们那个利率一样 也一直在跌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产生了一个 金融股投资人的一个殖利率困境 那这种困境要怎么解决 对啊怎么办呢 对对对 那我就提出一个 三个一个算是策略 第一个策略 那三个策略 譬如说我是觉得大家可以搭配ETF 这时候ETF就可以把它拉回来派上用场 搭配一些成长概念 搭配ETF 也是金融股ETF 也是金融股ETF 譬如说像我会怎么做 譬如说我会买上海商银 然后搭配0055 0055就是MSCI金融ETF 为什么要这样搭配 因为上海商银是很稳健的股票 但是它现在殖利率只有4%多 但是上海商银是8月份除息 填息的记录一向都很好 那0055MSCI金融ETF 它是11月除息 它虽然现在殖利率也不高 大概3%多 但是你想想看 同样它的 它几乎每年都填息 所以这样加起来是不是说 上海商银虽然殖利率 从早期的6%多 现在跌到4%多了 但是你假如说8月买上海商银 然后等它 譬如说10月填息的时候 然后11月又买0055 又赚3% 那4%加3% 是不是又变7% 所以等于说你在这个8月到11月中 要找一个时间把你这个资金转换一下 对 等于是说一年 除两次息的意思 对 ok 因为这个也没规定说 除息一年只能一次 稻米 在日本一年一收 但是在台湾有一年两收 甚至屏東还可以一年三收 所以这个 这样一年除两次四息 我觉得假如你掌握 如果对这些金融股 或ETF 比较了解的话 其实是做得到的 这是一点 这是一个策略 那第二个策略也是类似这样 就是说我就觉得像 元大金搭配中信金也不错 对 像元大金 像今年假如这样做的策略 就是会达战 元大金大概是都是 历年都是七月初啊 七月初除息 田息记录也很好 那中信金都是那个八月下旬除息 那元大金殖利率是五点多 中信金也是五点多 那这样是不是加起来也是 也是十趴 所以也是也是相 而且这两党即使说 他们的填息不如你预期 但是至少他都有5%多的殖利率 你即使无法两次填息 但是也还可以 也没有什么损失 这个这样的状况 那第三种策略就是说 我觉得 投资金融股啊 现在殖利率普遍都在4%到5% 就是要如何拉高 必须要搭配一档超高殖利率的金融股 把他拉高起来 那目前我觉得最适合的就是说 你有一些金融股 你不妨拨出一些资金 来投资群益证券 群益证券的这个殖利率高嘛 群益证券他一到八月已经赚了1.6% 今年预估可以赚2块以上 明年预估配息是1.4到1.5元嘛 所以现在他15元的股价 等于他的殖利率有10% 接近10%嘛 而且证券业是这样的 证券业是长期看好的产业 因为我们所谓的 四年级的退休大军 他要加 等于是说他们投资股票会越来越多 像证券业你说 好几年前我们都一年都只有 1000多亿的成交量 但是他现在翻到一天 两三千亿的成交量 已经快变成所谓的新常态了 只要日成交量1000亿 我们的证券业就可以活得还OK 那假如两三千亿是大赚 是大赚的 像群立正他200多亿的股本 你说赚个2块钱 是赚一年赚四五十亿 一年这样的一个证券公司 对他们还有自营部操作的绩效 对对对对 所以我是觉得 那个你一个 比如说比较普通的金融股 然后你搭配群立正 来拉高你整个殖利率的报酬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行的策略 好那我要请教傅旭 您刚讲上海商营跟元大MSCI 这个金融ETF0055 或是说元大金加中信金 这样配对的话 那重点就是说 我们的买卖点要怎么抓呢 买卖点就怎么抓 还是用殖利率的概念 比如说我买上海商营的时候 比如说我希望他的最低的殖利率 我不要买贵 我希望能够比如说 我能够在4%的殖利率买进 那我现在我们预期上海商营 明年大概配2块 那你就2块除以0.04 看这个价这个价格出来多少 那你就不要高于这个价格买进就好了 就能够买在0 保证在大概是4%的殖利率之内 那太高当然就不适合 所以说基本上这个股价要等 对不对 但是因为金融股标的很多 也不一定是上海商营 比如说永峰金 股价15块 那配息7毛钱 也是殖利率5-6% 假如那时候上海商营太贵 你可以选或许永峰金 或是其他的中信金 造峰金来搭配0055也是可以 这里面是很灵活的 OK好 不管怎么说呢 你就要必须确定你买入这个相关股票 这个金融股的股票的话 他的殖利率大概在4%左右 对不对 就是说这个股价 跟这个殖利率一个换算空间 刚傅希有跟大家讲 那我们听众朋友可以特别去注意 哪一些这个金融股呢 他跌到或是说他股价 刚好来到这个价位的话 你就可以去做一个 这种所谓的这个存股操作 对对对 值日率套利的事对 好那这个以上我们的ETF 以及这个金融股的搭配 配对的交易策略 提供我们听众朋友 所有观众朋友 在假日的参考 非常谢谢傅希 谢谢 请不吝点赞